大家好,这里是饭前看电影,我是主持人吕布 她的狂躁,这时候能让她镇定的是女主放的网上的一首未完成的歌曲 男主回到家,突然家里出现了一个被绑架的女孩 问了兄弟才知道,他们欠下的巨额债款无法偿还 只能冒险绑票,男主不同意 三人争论的时候,女孩已经看到了他们的长相 男主只得被迫同意,女主整天吵闹 让狂躁症的男主无法忍受 女主骗男主说要上厕所,想试着逃出去 却早已被男主看在眼里,反被男主擒了 女主求饶并说自己可以做家务 打扫时,女主唱起了自己写的歌 男主以为是自己电话铃声 没想到竟是女主,男主询问才知道自己唯一喜欢的歌 竟是女主写唱的 女主好朋友突然来了,男主叫好友帮忙带来用品 女主在厕所中晕,男主紧张解开脚链抱至床上 女主逃跑,不慎掉入水中 男主紧急救上女主,为了防止女主逃跑 把女主绑在桌上,男主电话铃声响起 女主惊讶,竟是自己的歌 而唯一下载自己歌的竟是男主 男主就兄弟受伤,也不忘给女主带上一份好饭菜 看着已经睡下的女主,男主也睡了下去 隔天醒来,女主大吵大闹 说自己梦到歌的结尾,要男主帮他记下 然后女主又各种要求男主给他乐器,吉他,键盘,还有鼓 看着在地上用条纹当钢琴的女主 男主跑去钢琴店买琴 然而他的三四百只够买个破琴 女主虽然嫌弃,但还是接受了 他们一起庆祝歌曲的完成 男主说以后写不出歌,你随时可以回来 女主说自己要参加比赛,让男主为他试唱 男主不愿,却受不住女主的百般恳求 为女主试唱,然而女主却不满意 要求男主戒烟截辣,游泳锻炼,练声练气 男主抢来训练过后,终于有了成果 录音笔删掉了录音 女主生气要走,男主为了让女主消气 答应要求,正好兄弟找男主庆生 男主不愿,闹得与兄弟不快 男主送女主进屋,就跟着兄弟走了 被兄弟带来庆生的男主,却一直欣喜女主 外面突然下起暴雨,船屋被暴雨 弄得一团糟,女主被桌子压住 男主担心急忙回去,找到受伤的女主 房梁砸下,男主急忙为女主挡下 男主带走了女主,兄弟绑票收钱 出了意外,想要杀死女主 男主为女主挡下了一刀,带着女主逃走 女主被警察救下,而男主只能过着 躲藏的日子,警察找到女主的录音笔 结果怎么样呢,想知道,赶紧去看吧 今天的电影就到这里 如果你有想看的电影,或是有什么 好的提议,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